双方阵容选择完毕,进入比赛,我是解说AI02 分代战术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打法之一 理性的代谢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可以达到不错的牵制效果 真机和露娜只要在团里正常配合 控制和切入不要脱节就好 这里重庆狼队是拿了一个前期阵容 所以前期要尽快取得优势 这局双方的阵容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劣势 这蓝buff是给到了露娜 冷却会很舒服 露娜前期的带节奏能力很强 可以选择快速刷完野后 通过双方阵容去分析团战是否占优 优势可以多去线上gank 如果阵容劣势 就不要打团 以发育为主 你所看过的第一场王者荣耀职业比赛 还记得吗 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2020年度试冠决赛 当时九成百里首约FMVB皮肤呼声很高 结果被让三追四了 露娜三技能跟上 他以真人这波开得不错 二技能直接精准命中了露娜 我才中了前头 可是我才不中这结局 真机机在海诺 露娜找机会进场 各种技能甩海诺脸上 真机一技能空了 并没有开到任何人 牛魔一手二技能 直接顶飞太乙真人 太乙真人这波一技能很给力啊 直接就控住了露娜 上一局露娜真的是密下了汗马功劳 活生生把比赛盘活了 重庆狼队时期也涨起来了 期待这局 重庆狼队节奏很好啊 胜率直接猛涨了一波 露娜凸脸孙上香 想把伤害打满 开局到现在 露娜竟然都还没有一个头 是兵线更加迷人吗 露娜这波团的输出快跟一个辅助并肩了 有点不应该啊 李星这里也要更注意走位才行 前期阵亡对自身发育影响还是很大的 重庆狼队已经被领先了接近2000的经济了 要加油了 露娜二技能成功限制住了纳可露鲁的行动 纳可露鲁的反应很快 有点可惜 这波没有蹲到他 露娜带节奏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多利用这点优势去抓人 帮玩上路转中路 中路帮玩转下路 同时把中立资源全部控下 有机会也可以去对方野去反野 时间现在已经来到了4分钟左右 大数据预测重庆狼队的胜率是44.9% 但是胜率仅仅只代表了现在的比赛趋势走向 并不代表某一方完全胜利 双方这个时候都不应该松懈 没战斗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到底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看到这波情势不对 露娜赶紧使用三技能 先撤一步 我猜中了前头 可是我猜不中这结局 请求几格 跑都跑得那么帅 我真幸福 露娜断大了 牛魔这局的任务就是保护好后排 注意视野 时刻提防着纳克露露 不能让他威胁到任何人 太乙真人及时交闪 一点都不犹豫 露娜这波抓人有点亏 没能抓死太乙真人 自己节奏直接断掉了 接下来要唯一手才行 露娜有了这个蓝棒 冷却缩减的加成 可以肆意放技能了 露娜这把采取了一个 和平发育的打法 以至于三分钟过去 都还没有拿到任何人头 牛魔在这边卡视野 露娜这波入侵野区 直接拿到了一个红buff 很舒服 太乙真人也没能走掉 这波团战牛魔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坦度 吸收了大量的伤害 我只明白一件事 爱一个人是那么的痛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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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狼队现在胜率只有39.6% 这人头差距带来的劣势有点大啊 重庆狼队要加油了 现在防御塔的预警边界会根据英雄的当前位置 显示不同强弱的提示效果 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掌握安全距离 不管是压卡还是抓人都变得更高效了 世神之书配合到露娜 巨航加冷却缩减 月下无限连马上开秀 后期露娜的主要目的就是 通过自己的高经济抓单 抓单再抓单 露娜找到海诺就是一套技能 擒贼先擒王 重庆狼队这波入侵很强势 露娜顺利反掉了buff 这样一来ag打也会很难受啊 重庆狼队外塔全掉 ag终于塔却还在 重庆狼队接下来的兵线压力有点大啊 她会采着七色云彩来取我 哇 跑都跑得那么帅 请求集合真幸福 重庆狼队对抗路二塔被摧毁 视野之灵出现 在牛魔二技能没有打住人的那一刻 重庆狼队这波开团计划直接就宣告失败了 拱孙利目前的战绩是0比1比0 可以看出打法主要是以发育为主 这波团双方都是点到为止 现在一波团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比赛了 双方都很小心 我猜不住这结局 我的一种人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 他会采着七色云彩去 纳克鲁鲁对自家圣兽威胁非常大 牛魔要时刻钉好他 纳克鲁鲁三技能朝公孙利打了过去 这下有点疼 公孙利这波是有点难受的 眼看着就要输掉打魔的人头了 自己却被反杀了 这里露娜二技能控到了海诺 太乙真人二技能过去 AG这把发育得不错 李信三技能命中孙赏香 还差一下 太乙真人一技能晕到牛魔和李信 重庆狼队这波状态全无 被AG疯狂蹂躏 阵亡了好多人 实在是太亏了 后面要更谨慎了 这波重庆狼队可惜了 李信一刻都不放松的再全力输出啊 还是没能力挽狂澜 已经后期了要稳住啊 经济逆风的情况下 还是要以发育为主 不断的打架只会让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稳住后面才有机会找回节奏 我只明白一件事 爱一个人是任何的痛 重庆狼队现在只剩下高地塔了 能不能守住啊 加油 坚持住 重庆狼队二塔都倒了 高地塔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自己暴露出来了 重庆狼队不守着水晶根本不行 完全出不了高地 果然 到了后期双方都很小心 不想应勾里翻船 打得很稳健 我刚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 我只明白一件事 爱一个人是那么的痛苦 我刚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 露娜目前的战绩是0比1比0 可以看出打法主要是以发育为主 我才中了前途 队局中可千万别上头 不能轻易给对手机会 稳住节奏 正常发育就行 呃 阿 我们中的战绩 微量的战绩 给你 什么 召唤 我们 和 点 不 按 不 以 我要 打 这 好 不 重庆狼队目前的胜率有点低 针姬先手控的海诺 重庆狼队中路高地丢了 水晶瑟瑟发抖 重庆狼队这边被压得都不敢出高地了 露娜支援下五线连断了 这波双方都有点小心使得万年船的意思 最后也没人阵亡 毕竟现在一波团没打赢 就可能输掉比赛 牛魔这局关键就是做好事业 盯着纳可露露的动向 别让他突到后排脸上 牛魔二技能击飞纳可露露 我只明白一件事 爱一个人是那么的痛苦 重庆狼队这边的超级病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对方却完全没有这种压力 加油 坚持住 这波维技拿到了黑暗暴君 情况有点不妙啊 重庆狼队最好别投铁硬钢 滚住 我们能赢 有一天 他会采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AG这波身上有龙buff 感觉胜算很大啊 真击二技能 打中了四人 哇 这太厉害了吧 达摩找机会想切重庆狼队后排 AG打得很凶 想先杀人 再拆塔 重庆狼队这场比赛遗憾势力 相信他们下次一定可以打回来